原住民也是人 黑人的命也是命 你提到的情况 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深刻的事实 那就是原住民的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 种族认同 至今仍在美国遭到系统性抹除 原住民正逐渐成为美国看不见的群体 和正在消失的种族 美国的发迹史 就是原住民的血泪史 美国通过习近运动等政策 或未必利用原住民签署条件不平等的土地转让协议 或发布行政令 强迫原住民迁徙 或直接动用武力屠杀 驱赶 通过种种不光彩的手段 美国政府从原住民手中夺去了 约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约占美国国土的三分之二 时至今日 在广袤的美国国土上 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家园 已经无迹可寻 只剩零星的保留地 见证着他们遭受歧视 被边缘化的悲惨遭遇 由美国原住民活动人士 曾直言 对原住民及其历史的抹除 是美国的原罪 通过掠夺印第安人家园 并犯下滔天反人类罪 而发迹的美国 整天 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抹黑他国的民族政策 出于 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他国 造谣污蔑 他们这样做 有什么资格 在数以千万计 被残害的 印第安人的灵魂面前 那些散布谣言的美国政客 将永远受到正义和良知的谴责